打败408件 来自216个单位 以及28个国家地区专利作品 脱颖而出的金牌作品在这里 我们今年参赛的两件作品 第一件是我们的智慧绿能屋 那它最主要的导向就是 将我们的能量储存起来以后 利用我们的光纤 因为光纤本身它的传输是零物差 利用我们的光纤只要打到哪里 它的光纤就到哪里 所以在我们屋子里面 可以做到智慧的绿能屋 那我们这个作品不仅获得金牌 同时也获得我们大会绿能环境的特别奖 在旁边那个讲座 那第二个作品呢 是我们再加以改良 那改良完了以后呢 我们在新一代的 结合我们的物联科技 将我们的坐标可以即时 只要你打开故障标志 可以将我们的坐标 即时上传到行控中心 或者你设定的手机里面 所以我们的行控中心 可以立即知道你的故障点 那最主要是在一些快速道路 跟高速的道路上面 可以避免二次的车祸 然后产生人员的伤亡 所以我们这两个作品 同时在这一次高雄方言展里面 同时都拿下金牌 所以也替我们基隆地区 带来一个很大的荣耀 同样拿下金牌的 还有名传国中的移动式闹钟 五位同学想解决班上 有人老是睡过头而上学迟到 没有想到会得到金牌 另外成功国中的王静瑜 陈慕柔同学 在帽子上花心思 中英文流利的解说 让裁判们给予肯定 and order to improve the shortcomings of traditional hats 我们戴帽子的时候呢 因为通常头顶都会很闷热 所以我们有加装电风扇 然后呢 就是晚上走路的时候呢 驾驶看得到我们 所以我们就在后面加装LED灯 那我们LED灯有设定是七种模式 闪烁是因为呢 闪烁可以刺激人类的视觉神经 然后因为那个温室效应 我们效应绿燃的关系 所以我们用太阳能板发电 然后我们把电呢 储存到背面的电池 这边 感谢我们跟二姓呢 这个策略联盟 在刘主任的指导之下 还有我们自己呢 老师的指导下 以及我们的 获勇校长我们的 王杰贤 王主任的指导之下 我们初次 初次来参与这个国际性的竞赛 虽然我们起步的比较晚 但是我们 我相信我们将来可以有很好很好的成绩跟表现 因为以我们成龙国中学生的数值来说是相当棒的 将来有机会的话我们会更努力更精进 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奖项 然后也让我们这些孩子在发明展的这个区块能够开发结果 航航出状元 每个孩子都有与生俱来的天赋 让孩子找到自己的天赋加以发展 终究能够有所成就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